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片里面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当然也不希望你们在训练的过程中 因为不了解或者是因为错误的练习 而损失了很多的时间和你们的耐心 在这个要讲解之前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昨天其实去看了蔡琴的演唱会 这个演唱会给我很大的感触 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年龄 其实都是听这些民歌长大的 那民歌里面有很多实力派的唱将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很扎实的训练 昨天蔡琴她讲了一句话 我感触蛮深的 蔡琴她要唱一段自弹自唱的一首歌 那在唱歌之前呢 她其实只会四大调 然后她为了这个演唱会呢 她自己锻炼了蛮久的 那我本身呢在年轻的时候 其实是有学过一点吉他 但是因为学吉他的过程啊 她要按那个弦 那个弦啊按了以后呢 我们的手指头啊 其实是有麻木的 就是你要练到死皮 你按的时候才不会有 声音跑掉的情形 那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呢 其实手会痛 然后你要不断不断的练习 你知道蔡琴她已经65岁超过了 她愿意为了这场演唱会 重新的重拾吉他 这是我很敬佩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 是她要这个上台唱这首歌之前啊 其实她脱了鞋子 她就说来人啊 把我的鞋脱了 然后她说这个脱鞋这个部分啊 她练习了40次 你知道吗 连这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 因为是在演唱会的一个大广场上 所以呢她练习了40次 才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呈现在舞台所有的观众面前 这让我呢感触蛮深的是说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巨星 她为了训练了一个这个一首歌 她花了时间 她花了她的这个体力 甚至呢一个小小的动作 她都愿意花这么多的时间 那我们如果要达成我们的目标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 给大家一个反省或者是沉思的机会 其实每一个成功的人 背后都有一段心酸事 如果灵的性要美好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它当成 我们人生必经的过程呢 聊到这里呢 我们开始要进入主题 是我们怎么样进行这个性的训练 还有性的训练里面呢 它其实有一些男生女生不同的问题 那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呢 慢慢的告诉您 我们怎么样训练的方式 那这个男性的问题呢 他其实关心的第一个是 他硬不硬的问题 第二个是他持续性的问题 也就是够不够久时间度的 第三个呢是他感觉开不开心 也就是所谓的高潮度 第四个呢双方的满意度 所以呢男生综合呢就只有这四个问题 那女性呢一个是站在 他到底能不能做 所以我们称为性交恐惧或原防障碍 那另外一个变相呢就是 我能做但是我够不够爽 也就是所谓的高潮障碍 所以女性呢通常会发生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当然呢我们也会牵扯到 说对方跟我们伴侣在进行的时候 他的协调度的部分 那男性的硬度的部分呢又可分成 他从来都不会硬 所谓的气质性的 就是生理性的勃起功能障碍 那另外一种是他心理性的 心理性又分成两种 一种叫做忽软忽硬 做一半他会软掉 一半有感觉他又起来 甚至呢有些人呢在这个状况里面呢 可能会焦虑到硬不起来 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男性常常遇到的 硬不硬的问题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潮的问题 因为也许你的时间跟你的硬度都够 但是呢你总有射精障碍的部分 也就是说呢过程中都表现都很好 但是我没有舒服开心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呢就做到最后他是软掉的 或者是他做到最后呢其实是不会射的 我们称为延迟射精 那最后一个议题呢是所谓的满意度的部分 就是说你自顾自的做的很爽 但是你的伴侣却没有在这个过程中 达到相对美好的感觉 所以这个也会造成双方呢夫妻或者伴侣中 做爱不开心的状况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性不协调 性不协调呢其实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呢 最大的问题呢其实是在于关系障碍 也就是说你跟你的伴侣之间呢 我们在性沟通的部分有出了问题 我们的关系就会出现状况 关系一旦出现了状况 我们的协调度自然就会发生问题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男性的归类 那女性的部分呢我们刚刚说的 第一个我们叫做性交恐惧或者是原防障碍 婴脑筋卵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原防障碍 也就是呢他在这个性交的过程中呢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相对比较好的一种生活品质 那前面的两集呢我们称之为性交疼痛 就是说他可以进入 但是呢他会觉得这个疼痛让他觉得没有办法 达到一个比较能进入那种舒服的状态 第二个呢他还是会痛 但是他一直忍耐着 只是这个疼痛比我们刚刚说的一级 要再多一点点 所以在做爱的过程中他也是很勉强的 但是是可以放入我们的男性的性器官的 那第三跟第四集呢 其实就是没有办法进入的 第三集呢他叫做要进行性交的时候他会夹腿 那第四集呢是要进行性交的时候 我们会夹腿又抬臀 甚至我们看过的他除了夹腿抬臀 他还会歇斯底里大脚退对方 所以这些状况呢 其实都是会影响到整个性交里面能不能完成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 同老师没有说满意跟高潮 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性生活他们可能都有困难 那另外一种呢是他对于性爱是没有感觉的 就是所谓的高潮障碍 也就是说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可以让他进去 但是他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这些人呢通常呢他会有一个惯性 叫做他其实从来没有在他的低潮 同老师说的第一潮呢就是大脑 他的大脑完全没有植入任何有关性愉悦的东西 他对性的事情呢就只是一个传宗阶段 或者是一种义务的一种状态 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在性爱里面得到相对满意的程度 那我们训练的方式呢还是从自我的愉悦开始做起 所以这是女性的部分 所以呢这个男女的性功能障碍呢会有不一样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会在续集里面呢一直告诉大家 我们要如何去面对他及处理他 最后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 那如果观众朋友呢对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男女的性议题是有兴趣的 请帮我们留言开启小铃铛及分享 我们会非常的乐意为大家解答性上面的问题 那我们这集到这先这样拜拜